大家好 上一期主要是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关于 蝦皮快速入驻的一个指南吧 就是一些详细的操作介绍 这一期呢就是注册完之后肯定是要考虑要 上甲商品和出单了 上甲商品 留在做以后讲嘛 因为这个有很多种方式 这里大家跟大家说一下 第一种就是官方出的 单品商甲 然后表格商甲 然后第三方的工具商甲 主要是分这三种方式吧 就是肯定是第三方工具方便一点 以后会出一些详细的上甲的上甲商品的一个一个教程 这期还是主要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 就是新手卖家如何快速出单 首先我们是入驻完成了 就是你已经入驻了 我现在入驻的是台湾站 然后其他几个站点还没有还没有开 因为也是才入驻的 所以说现在最近一直在研究这个怎么选品的 什么选品 各个商城的比价吧 因为你选品的话肯定是要比价格的 现在还没有上架好 就是我 我就现在暂时只是按照官方的要求上架了50到100个产品 现在还没有对接客户经历 因为是明天考试 明天考试完之后应该是可以对接客户经历的 就是先是入驻完 入驻完之后因为你 肯定是最开始的就是跟淘宝一样 最开始的评价和销量是很重要的 因为这个会涉及到你的后面的平台帮你 平台给你的流量和买家买东西的时候 在你店铺买东西的时候 然后帮不放心 这个就是前三个月应该才说 应该算是蛮重要的 因为前三个月平台是可以免佣金的 以后上月之后平台是要收5%的佣金的 所以说 我们可以把价格 商家的商品的价格控制的更低一点 如果自己手上有货的话 这个控制的更低 如果做一件代购的话 这个也可以也可以把商品的价格下调5% 这个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份额吧 因为你商品如果说有20%到30%的一个利润的话 就已经很不错了 像东南亚和台湾的话 他们在这个平台基本上是走着一个高扑货 就是平台是支持扑货了 然后单价很低 是处于现在这种状态 就是我们现在讲录制完成 这肯定是第一步 你因为你不录制的话 你和他后面的商家和他们和他们出单了 对吧 第二步的话就是如果说你上调完了 上调完50个商品到100个商品之后 你还卖不出去 那就证明你肯定是要么就定价定高了 要么就选品的方向选错了 这个选品的话 首先就不能够你自己不能够盲目定价 因为官方会给一个指导的一个一个定价表给你 你可以自己控制你的成本利润 那个物流的费用 物流的费用的话 这个看你的单量的 因为有些有些比较低 有些有些会高一点 你像如果说你本身是在深圳上海浙江义乌那边 就肯定是会低一点 因为以时仓库就在那边 你可以直接 直接可以进仓库 就是不用不用像像我们做一键代购这样子 然后是从淘宝啊 1688这样几乎做代销 代销之后 然后把货发给货带 这样五行动作之间的成本 就不能盲目定价吧 因为你定价的话 肯定要考虑你同类产品 你同类产品在你现在的这个平台 价比这个平台上面一个定价 所以你在控制好自己的利润 之后你要看一下平台 这个售价到底是多少 因为如果是你定价过高的话 你压根就没有流量了 所以说还是推荐大家 就是说开始少转一点 然后尽量可以做到地价引流 地价引流的好处就是 可以为你的店铺有个好的开始 就是如果是有条件的话 可以就是说可以亏本的地价引流 淘宝商家也有很多这种做法 因为你看平时我们买一块钱呢 两块钱的这东西还包油的 你说别人怎么赚钱呢 别人肯定是为了引流啊 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就是 如果说你上传了之后 不出单的第二个原因就是 产品商量数量不够 产品商量数量不够 其实跟平台也有关系 因为平台 它是鼓励这个扑货模式 就是每天你定点 定时 去更新去上传更新产品 这个定点的话根据于每个地方的不一样吧 你像我做的台湾站 它基本上是晚上8点到12点 上传是比较好的 然后像马来西亚和东南亚 东南亚那边国家 这个根据他们那边的时间吧 这个可以到网上查一下 可以根据他们那边时间来定时上传 这个你需要你自己去探索一下 就看哪个时间点上传 浏览量和那个点击率高一点 然后点击率高的话 转化率也就高一点 这个肯定是成致病比的 然后第三个就是即使你上传的话 就是根据官方的要求你上传 最起码了50个产品之后有出单的话 还是建议就是说要保持每天都更新产品 都上交新产品 用这样的话平台才会给你新的流量 就是你新品的流量 这样的话你的店铺的曝光率也会高一点 然后第五个的话就是选品的话就要根据不同地方进行选品 因为东南亚虽然说和我们大陆 它的就是说有很多东西是相似的 但是它还是有埋的地方是不一样的 这个产品还是要根据当地人的生活习惯进行选品 就是你看有些地方的气候不一样吧 像马来西亚他们那边 基本上过夏天的你去卖羽龙服是不是不太好了 那肯定卖不出去啊 你看如果说你卖鞋子的话卖雪地靴 多上一点凉气 可能比多上一点雪地靴 肯定销炼好一点 所以说还在根据那边的气候跟环境 包括一些人文来做具体的选品分析 然后第三个的话就千万不要上传当地比较忌惑的东西 就是因为每个地方信奉的一个宗教信仰不一样 就是说不要不要上架跟宗教忌惑的东西 这样的话你就是不太友好 然后第六个的话 就是你如果开单了尽量的能够保持单量 然后尽量的做到优选卖家 因为你一旦做到优选卖家的话 就跟添贸的就跟淘宝的添贸一样 他就会就频道会给你更大的一个流量 然后你的店铺的曝光率也就更高一点 我这里就是就是看了一下 这个优选卖家的一个门槛 我现在因为我现在是台湾站 所以说我大部分讲的是一个台湾站的一个情况 如果说你经营的是一些马来西亚站 泰国站或者是新加坡站 你可以看下其他的 我们主要看台湾站 台湾站它就是过去一个月最少的单量应该在50单 然后就是不同的买家也超过25个 也就是说如果你在50单里面只有10个买家 这个是不符合要求的 最少的买家就是不同的最少的买家也超过25的 然后两点回复率是80% 这个应该很好办到 然后最低店铺评分 这个是根据你就是说尽量不要有差评 尽量不要去扣分之类的 你看他这个就是优选卖家 优选门槛 打倒你这个台湾站的一个表现门槛之后 店铺还不能有累积的扣分现象 然后不能够侵权不能够卖盗版 然后订单的未完能力也小于10% 这个应该如果说你正常经营的话 应该是可以低于这个数的 所以说就是说 新开店之后头三个月尽量可以 就是说能够做到优选卖家就做 就是即使是亏一点点 然后给店铺引流的话 也是也是要做这个工作的 就是你入选了之后 你在调调整一下 就是你新商家的商品的数量和价格 在这里就是说你上传完 你上传 你上传之后商品的价格尽量不要动 因为一旦动的话就会影响平台对你的 就是平台对你这个产品的流量 流量的线控制 因为好像这个是好多人都说过 就是虾皮这个平台对商品的价格把控还是蛮严的 就是不能让你瞎调价 你可以把价格定高一点然后打折口 但是不能瞎调价 然后第七个就更卖吧 因为这个还是在亚马逊还是比较火的 那更卖的话主要有几个下面几个方向 就是第一看周报 每周每周的话虾皮都会发一份周报给给你的邮箱 然后你可以根据周报里面的关键词 然后那就是一些他们当地销售比较好的东西 比较好卖的东西 然后包括收藏量比较高的关键词 可以看一看 这个是就是周报 如果你刚开始真的不知道怎么上架 你就直接按到周报里面 发给你的东西直接上架就可以了 因为它本来就是扑货模式 嗯并没有走 如果你后面想转转精品路线的话 等出单了 或者说等上优选埋架了之后再来转 这是来得及的 然后就是手页上面各就是各产品内幕下的内幕下的销量 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就是虾皮的一个官网 台网站的一个网站 然后就是这里 它就分队里面分队里面就是每个分队它都给你分好了 它都给你分好了 然后你点进去之后就是你可以看 就是把排队最前面的一般都是 销量都还算是蛮好的 就是说你可以直接跟卖这些 产品 直接到淘宝或者1288或者其他的一些 进货渠道去去卖就可以了 但是你的成本一定要控制好 就是说只能比它低或者持平 一定不要比它高很多 至于高跟两三倍 那你想了别想 那根本就卖不出去 然后第三个就是看其他平台的热卖产品 你看比如说亚马逊 问喜 eBay 然后树卖通 嗯 这些这些平台的一些热卖的商品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我自己去关注一下 然后就是国内比较火的 现在一些短视频平台 比如抖音呢快手啊头条之类的 上面也会卖产品 并且 嗯 所谓的网红产品嘛 对吧 网红产品 然后比如像去年那个什么 小红鸭不恒火了吗 那在东南亚和台湾那边应该卖的也挺好的 就是说平时可以关注一下这些短视频平台卖的东西 然后如果有合伙来就立马去找会员 找会员之后直接上架就可以了 然后这里列举一些更卖的平台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因为进化的渠道还是很多的 就看你的会不会比价 然后利润尽量控制 刚开店嘛 利润尽量控制可以低一点 只要不亏本嘛 或者说持平 也是可以的 如果说你刚开始就想赚钱 然后又不可以让利润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这个平台 他既然是阻挡了扑货模式 他肯定像杂货电影啊 单价很低 然后均价 因为我有朋友他 出单的话 他基本上均价都 都在量300 300台币左右 或者500台币左右 也就是说100块钱以内吧 然后他那个因为还有油肥 油肥是如果是70台币的话 买家是要出60的 不是买家是要出55 然后卖家是要出15 就是说这个15相当于3块钱 这个3块钱是 这个3块钱是肯定要出的 相对来说还不算很高吧 还好 因为平台会 不到现在还没油肥补贴 但是 之前我听他们说是有的 大家 然后大家自己再自己研究一下 主要是讲 主要主要是这些吧 就是该注意的 然后应该是都讲到了 至于大家怎么去发挥 然后怎么就选品的方向 因为每个人后缘不一样 表面的方向也不一样 这个就看大家自己 我也是在慢慢的摸索 因为我 我这个也不是很长时间 我也是不停的找资料 所以说 我只是把 就是把 我看的比较好的 然后资料 做一个汇总 然后也算一个总结吧 这个也算自己 就是 前一阵子你学习的一个总结 然后分享给大家 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如果有喜欢的朋友的话 可以关注或者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